在吉安乡有一间咖啡店 暑假期间 为了让儿少家庭的孩童 都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特别捐赠了三万元的餐券 以及吉安乡公所所搭起的关怀桥梁 提供给乡内近百味的弱势儿少家庭 以每户六百元的餐券面额 让他们能够弹性的享用 悠闲的午茶时光 厨师拿着餐刀将牛排一一切片 一旁还有高档起司以及炸物可以享用 不管是要甜的咸的还是生的熟的应有尽有 但是不要怀疑这些全都是免费的 吉安乡一间咖啡店在暑假期间 与香公所洗手合作关怀弱势家庭 捐赠三万元的餐券提供给关怀户 以每户六张面盒一百元的餐券 让他们能够弹性享用悠闲的午茶时光 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炸物啊 甜不辣薯条 小猩猩肠 还有烤鸡腿跟沙朗牛排 还有一些小甜点 谢谢潘董捐赠了我们三万块的餐券 那我们会陆陆续续的来让孩子来这里 做这样的一个分享以外 我们也会把剩余的餐券送到家户里面 爸爸妈妈也可以找时间自己带孩子来进行这样的享用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天心的关怀 更是呢让我们的孩子可以享受不一样的美食 文化的一个分享跟家人凝聚亲子共享的一个非常美丽的t time时间 咖啡店关怀弱势的三星除了这次所捐赠的三万元餐券之外 其实从两年前开始董事长潘汉造就决定每年 驿注20万元的人爱基金 作为公所紧急关怀辅助使用 希望借由公所公正客观的资源整合平台 落实给真正需要的人 也希望能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更多企业及个人看见地方弱势的需求 记者许丽晴 吉安相报导